親海無少師是何等的有福分 他在歐洲幫我們補足的這些畫面 也傳達了一種大環境的寧靜跟美 我很希望我們花蓮的風景 是不是也透過很多的人 也把它帶到世界各地 讓人家知道我們台灣有一個地方好美 緊接著這一位 他隨便講什麼我都愛聽 因為我覺得他的知識很淵博 他也是我研究所的老師 潘小學院長 歡迎他 主持人的獎項聲音多麼甜美 也充滿了愛心 充滿了非常誠懇的一種心靈 我昨天碰到昌宇 就是在我們花蓮市中和市場旁邊的 葵蘭人文國內 然後我馬上就跟他說 我們中午一起用餐 然後他就提到今天的一個活動 我說好 就一入五 因為很早以前 早年 昌宇就是我們非常要寶的朋友 他 他那時候他在演藥過著一個非常唯美的生活 從他的攝影作品跟他的書寫 我們可以看得到 他內在世界的一種精緻還有一種純粹 然後那種美感又是一般人住在都會裡頭 或者活在一個幻想的一個世界裡頭 那種美感又不一樣 然後後來我就看到他到回蘭電視台 當經理 然後當起導演 到最後我看到他拍很多的 有關於台灣文化的一些紀錄片 還有攝影作品很多 後來就離開了花蓮 然後他開始畫畫 所以從以前 其實他可具知名度的一個小說家 一個寫作的人 我記得那時候 我覺得他跟七等生 就差不多地位這樣子的一個作家 然後後來變成參與社會運動 他一路也都是在接觸藝術 人文還有文學 各方面 然後又參與社會參與得很深 後來現在又躲在山裡頭 可是他還是在社區大學頭當老師 就是說他的樣子也改變很多 以前在做夢的感覺 還有狂飆時期那個眼神 就非常逼逆 就是看不起人家一樣 一直到現在這樣磁眉散漠 所以這個人生的發展 那他的題目叫做 外在學習以及內在體驗 因為我們學藝術或者是 我們在創作我們在寫作的時候 我們就航行在內在的一個世界裡頭 無邊無際的 你忘記人的身體 你忘記疲憊 你一直在享受在那種不斷的行情 不斷的在進行一個非常內在的一個活動 心靈的活動的這個世界體驗 那個是非常享受的 那等到你回頭過來 回神回來 那又到了現實 可是有時候我們也會變成我們自己作品的觀眾 譬如說你出版了你的書 或者說你開了一個畫展 你自己在看你自己的話 你自己跟觀眾在一起看你自己的話的時候 於是你的作品就客觀化了 就是你的作品 就不會變成說你完全是全面在你的世界裡頭的東西 而是在外面 它是在社會上 於是它會有某一些定位 一些位置或是沒有位置或是什麼 這樣子 那我們人呢就是這樣子來來去去 一下是外面的社會 一下是內心的世界 這樣子來來去去呢 我覺得才會 它的豐富跟那個 你可以碰觸到的一些 很本質的東西才會出來 不是全內在 也不是 一直在外面忙 慢慢很慘這樣子 所以其實 我是一大藝術家 我聽了很多很多的這個理論 有一本書叫做 與狼同奔的女人 因為我是一個文化家 然後呢又很喜歡關心社會這樣 然後呢就是 簡靈界也是打來打去 罵來罵去這樣子 那現在就收斂一點 然後完全在服務這樣子 那 那 我看這本書的時候聽她講 就女人呢 她天生是地名一名 被獵人 被獵人 獵取的這個業務這樣子 可是女人 她原本她內心有一批狼 非常狂野這樣 可是她同時又是一個獵物 當她被獵取的時候呢 她就 那批狼就消失掉了 可是呢 她就在說某一個地方啊 比較原始 烏弱的一個地方 有一個女人 每天都要剪骨頭 剪那個動物啊 或是各種屍體的骨頭 剪啊剪啊 就剪很多 然後她 也是剪了很久 然後就放在家裡頭排列起來 然後她就覺得已經完成了 然後突然她想唱歌 於是就去唱歌了 唱了以後那個骨頭呢 她骨頭之間就開始長這種 長的筋 然後就變了一批狼 然後就 咻就被毀掉了這樣子 然後其實 是 後面還在講很多 我看了也有 我認為說女人 對 她在社會上 或是說她在性別關係 她可能是一個獵物 可是當她透過創作 藝術創作 我認為那個女人很剪骨頭 其實她在創作 她會找一些素材 來建造她的一個世界 她在創作 所以那個創作呢 才會把那批人找回來 這樣子 我看了很高興 可是我本來天生就像一批狼 我那批狼從來沒有消失過 可是我看了也 我也覺得說 嗯 這樣子來說 內心的世界也不錯 可是我 可是後來我覺得說 其實這樣也不行 其實我留學 比利時 我花了兩年的時間 在做 在比利時新聞大學裡面 在做現象學 跟美學的研究 那我的老師有一天就 帶我去她的辦公室 去談 我們常常要對談 可是我卻看到她桌上呢 有一本的雜誌 就是青海無上師的雜誌在裡面 我說欸你看 我說我知道這個上師啊 她就點點了 她說我們都在研究 這樣子 那後來我研究片相學之後呢 我才發現 為什麼他們會看 那個青海無上師的所有的 她的論述 或是她的 她的說法 我們從小到大 就是一直在學習 知識帶來了 很多方法 叫我們求生啊 叫我們怎麼樣跟人相處 可是知識有時候 已經可以顧倒我們的人生 到一個 你以為是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現象學教我的是 不斷的要還原 把很多 你學來的知識 一大堆的獎項 通通 撥除 撥除 然後回到存物 就很多事情呢 也是可以這樣子撥除出來 包括你自己 你要回到一個很純粹的知識 這樣子 那當然要透過很多身體的 的學問啊 還有呢 你必須要知道 你那個知識是有問題的這樣 雖然我們同時覺得知識是很可靠的 可是同時她是有問題的 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是怎麼接受呢 我就是在學習 要接受這樣的想法 甚至呢 做設計的各種練習 所以我覺得 這個機緣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我到新如文大學 然後看到我的老師在等 青海無上司的那個 那個雜誌 後來我們也都談得很好 因為我一看就知道說 欸這個人 他們很快 其實那時候 其實 青海無上司的 的 就是 大家認識他 不是我 可是他們馬上就接觸到了 可是他們手腳很快 就是說 那些老師 那些外國人 那剛才主持人也有提到 就是說 嗯 心 就說心要很單純 嗯 然後 我就站起來看這些錄 我覺得這些作品真的好單純 有些人是不了解的 以為說它是殺狼罩 很容易變成 像譬如說攝影界 藝術界 攝影史 藝術史 文學史 我們都讀到很多 都知道哪一種風格 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說 我們會判斷說 這是什麼風格 那這個也都來自於知識 啊 那我們就想說 然後如果不了解呢 譬如說 欸這個好像有一點 你是殺狼罩 可是你仔細一直在看啊 就會體會到 我們主持人講的那個 就是很簡單的 很單純的 像小女孩那種心情 嗯 所以我是從這樣子來看的時候 就覺得說 這個作品真的很棒這樣子 對